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理财最给力为你的人生财富加年龄 我是阿格力 在前两周其实在雀佑上 老师有在我们节目上就是提到 台股应该是一个不涨停 但涨不停的一个状况 虽然这个盘势一直在震荡 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周其实 盘势都是处于一个震荡局面 不过就在我们录影的现在 今天台股已经过12682 那靠的当然是谁 靠的当然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在上周五 美股的AD大涨最高13% 那由于就是说Intel 其实7nm的这个制程的良率 其实不如预期 所以这个单大家预期就是说 台积电会接下Intel这个良率不足的单 所以带动台股 今天一举月上历史的一个最高点 所以在今年股市这么好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对于台股后续怎么走 就是会有更大的一个好奇 那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也会请专家帮大家一一的解析 那谈完台股的大盘之后 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也是新台币 新台币的升息其实是相当重要 为什么现在台股这么强 有一个原因就是热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吗 你在台币现在已经29块多对1美元的位置的情况下 那热钱进来台湾他不买股他要买什么 所以这也是台积电上涨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我们在上礼拜其实也有专家跟大家分享到 其实台币升值你不要想说 照过去的思维只想说买什么资产股 你想说台币升值就买资产股 可是这个土地如果没有变卖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题材而已 当时候就有专家就有提到说 他说那台币升值台积电不也是一个台币升值的概念股吗 因为热钱进来台湾买股的话 那当然要买谁 就是买台积电 所以你看台股今天在盘中最高涨到300多点 其实靠的就是台积电 那在今年这一波涨势过程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蚂蚁雄兵进场 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医生 准医师他现在是医学系的学生 他就在网路上分享说他今年买了什么股票 他说他每个月的薪水大概是15万块 因为医生的关系 那扣掉一些基本开销之后 他在这几年除了40几万 那他主要都把这些钱拿去存一些金融股 像是玉山合库第一金等等这些知名 大家知道也是很热门的存股标定 那他追求的他其实是 可能是医生比较不方便看盘 他追求一些比较稳定的 他设定年报所在5%到10%之间的金融股 那除了金融股之外 我觉得他还算是蛮稳健的投资人 他跑去买0050 或者是像0056这些ETF 以佩喜为主 所以今年的玉山合库 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像这个准医生一样 他追求比较稳定的报酬 其实现在在网路 尤其很多节目 像我们节目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怎么投资 所以现在新手都比以前还要厉害 像我以前一开始买股票 都是买那些什么盛华 然后一些什么 盛华很久以前了 而且已经倒掉了 你看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也有另外一派的年轻人 这个就是鸡排妹投雇那一派的 就是买生技股 有一个大学生叫Alice 他就存了20几万 然后全部买生技股 我觉得他绩效还不错 基本上维持一个大赚小赔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今年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股市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有追求稳定的散户 也有追求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那我们欢迎燕莉姐 阿可姨好 大家好 燕莉姐下半年其实台股 其实是在震荡中 这样还涨的一个局面 那你觉得 在这样子看回不回的情况下 你怎么看待下半年台股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大盘很有意思 感觉上好像涨很多 可是呢如果我们扣掉台积电涨停 贡献大盘指数270点之后 你会发现基本上涨的股票也不是很多 今天比较红的就是台积电 联发科 可是红还很弱 所以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说 大家如果台积电持续上涨的话 对大盘指数一定会有一个有称 可是这个时候选股还蛮重要的 那特别是呢 其实特别是这两个月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 包括像是纸类的股票 台数四保 然后一些传产股其实是蛮辛苦的 所以接下来选股是更为重要 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撑 然后这个财报不好 那没有法人进驻的话 我觉得如果位阶再低 你买它不好啦 买屁啦 对 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 就目前的时间点来看 下半年最没有任何疑虑的 就两档股票 两档 一档一定是台积电 另外一档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 可是大家会说很贵的啦 那这个就没办法 如果说你买一张 真的是有预算上的限制 其实像我很多的同事 他们都买零股啊 台积电也买零股 十股 联发科 甚至有人跟我说 他每天买一股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啦 太夸张了 不是每天也买一股 他其实会有交易成本上的问题 对就是 你至少就是要花20块的手续费 那你宁可一股跟十股比较起来 那就交易成本来说 他是买十股比较划算 那所以其实这些新手 如果要去买零股的话 应该要挑选一些 有优惠的券商 像我最近有看到券商 如果你零股一次买一万块以下 他单次手续费是一块钱 真的 那哪一家 不要帮他打管 不然不然妈妈妈 对 换业配 所以其实你下半年 你觉得说 其实基本面更为重要 因为大盘已经涨到这么高 什么题材啊 什么奇奇怪怪的 招式都用尽了 所以现在反而是 该回归基本面的时候 对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今天台积电虽然涨疲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天还是跌停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投机面的一些生计概念股 如果他没有基本面当作支撑 或者他之前炒的太多的话 我想这个阶段 你要在其他 他再大涨五成或一倍以上 我觉得那个难度是 就Party其实好像有结束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那既然热钱这么多 你觉得说股票会涨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上礼拜也有专家提到说 那你还不如买台积电 因为资金进来 那资金也 它不能只Parking在银行 政府会逼他买股票 他还是得去买 那在别无选择又吸收这么 能够吸收这么大热钱的股票 就只有少数的全资股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有今年有很多的蚂蚁熊兵 像我们刚刚提到 医生买ETF跟金融股 那有人是买生计类股 那对于这些投资的新手来说 我相信一定会有 这几天有人看到 12682已经被突破了 然后又在进场的新手 因为他怕说 现在大家我的同学 校课在家里看股票 那另外一个暑假也不用打工 在家里靠股票赚钱 我现在如果没有进场的话 好像不太对 但是在现在大牌 已经接近快一万三这样的状况 燕丽姐觉得该怎么做 可以给这些新手一些建议 起手是该怎么办 因为现在位阶逼近比较高 对其实呢 因为已经过了12682 那其实法人界 大家在看的下一个关卡是13500 这是有一些这个技术面上的 一些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13500会不会过 我不敢跟各位做保证 那只是说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 那新手想要现在才进场的话 你可以有几个考虑点 第一个考虑点是 你要问自己 你是要做短线价差 还是你是要存股 你要放中长线 所以先问投资目的 对你要先问投资目的 那如果说你是要做短线价差的话 你在停利点上面 你要设得非常的精准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台积电 你要再期待下半年好几天 像今天一样天天涨停 那也不可能嘛 难度比较高 对也许你自然个5%或8% 或者是一层 停利点到了 我就会建议大家要先跑 那这个是短线交易的部分 如果中长线你是要存股的话 说真的你就不要太在意那个 就是短线上没有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像我自己也有参加那种 存股的社团 因为我很好奇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对 我是有参加存股的社团 你也年轻人啊 参加刚好 谢谢 特别是今天前这个发型真的是很像年轻人 有有有 年轻人 跟阿格丽同年 差不多 所以我发现年轻人他们真的有在存股 然后可是很妙是有人呢 他可能是5月才开始存 他到现在就开始抱怨 他说怎么涨得比台积电还少 台积电都涨到十几%了 甚至也有人抱怨说 原来今年金融股的获利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节目都有提醒大家 对金融股今年就是遇到那个就是降息啊 还有包括就是央行去纾困嘛 所以呢其实关股银行呢 他们的这个降息又多了一码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他的获利其实是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预期 特别是呢 我也在很多节目讲过就是说 今年金融股股片他的获利会掉8-12% 对那所以获利一定没有去年好 所以他只是基本的 基本会掉8-12% 对所以他就是没有去年好啊 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他如果就算再涨资金再多 给大家另外一个观念 就算资金再多好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基本面当作支撑 我不认为他行情会走的特别多 所以一定要有基本面的加持 虽然热情很多 但是就像刚刚燕姨姐讲的 这些很他也不是傻子 不是钱多他就乱买好不好 钱总是会往最有效率的地方去 所以这就是台积电为什么 我觉得会上涨原因 毕竟他能见度跟财报上都是有好的一个表现 对 那接下来要帮大家分享一个资料 就是今年这些蚂蚁熊兵新手们 到底主要都买什么的股票 我们就找到资料 根据统计今年股票户数增加了三大股 第一个就是0056 0056大家都知道 因为实在是太多理财节目在讲 加上他一张大概才20几块 然后虽然最近到30 可是相对于大盘涨这么高的其他个股 其实相对入手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 散户们新的散户们想要买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虽然一张很贵 不过现在其实零股的交易 这种定期定额 像我刚刚讲到 很多券商其实都有给予手续费的优惠 所以台积电也还是蛮多人买 那第三家就是玉山金 这当然也不意外 因为玉山毕竟在过去几年的涨势上 或者是他基本面成长性 其实在金控里面算是相对稳健的 我们可以看到分别这三档个股增加的户数 大概都有10万到12万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新增了非常多的股民 那今年的涨势也相当不错 像台积电好了 今年1月3号的股价是339 那这个表是同期到7月17 367块 不过现在台积电 在我们录影的现在已经早盘最高涨停到424 所以今年的蚂蚁熊兵 买了这些股票 现在看起来似乎都是赚的 所以虽然大家在这么开心的情况之下 不过如果贸然的把资金都投入到这些 过去大家熟悉的个股 似乎好像会有一点风险 所以想要请教一下燕利姐 你建议资金该怎么样配置会比较安全 好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心得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就是不同人生阶段 股债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我分四大族群 第一大族群是20到35岁 因为你够年轻 对 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去买债券 因为债券相较于股市呢 就是说股市它一个循环 以美股来说好大概是8到10年 那空头的时间是1到2年 那台股也差不多类似的概念 台股呢走一个循环 大概是3到5年多头 那空头呢半年 一年长一点 懒不起一年半 所以有听懂重点吗 就是呢 多头的时间比空头还要来的 长很多 所以呢 如果说你够年轻化期 你基本上你的资产 是要放在股票市场 那股票呢 就是在你的资产大概是8成 而且我会建议以全职股 跟中小型股各办 因为有时候中小型股不太涨 因为像这波就是中小型股先涨 涨完之后换全职股涨 我这个也有很有同感 因为我之前手上股票 我主要都是玩中小型股 但是上桌想说 这不对 股票好像都没什么涨 对 就去买台积电 被我押中 张厅 那个意思它太厉害了 就我觉得你今年牛临也不错 你看这个又 还没交到女朋友 还没 除了没这件事情之外 单身狗 对 但是呢 你看又买了房子 又主持了新节目 人生一片光明灭 好 所以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很难预料到 是全职股先涨 还是中小型股 对 对 先懂 基本上它甚至会有同时轮动的现象 所以你各买一半 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那债券部分呢 如果你资金购 你就有两成方债券嘛 那一样也是可以选择 波动比较高的一些债券的商品 像新市场跟高售债等等 那特别是新市场跟高售债 如果多头十代 一年涨个十几% 甚至二几%不为过 所以这部分呢 给年轻人当作一个参考 那第二大段呢 是36岁到50岁 那Lang有点大 那没办法细讲 就每个人看自己的收入去微调 对 看收入还有风险承受度 那这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蛮多的理财目标 包括呢 你可能要存投期款 甚至呢 你有这个小孩的教育金 同时你还要监着去 存自己的退休金 所以股票也不能太低 好 这个我们刚刚逻辑有讲到 股票呢 大概是7成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稳定型的商品的比重 要拉高一些些了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加一些高股息 高股息的股票 然后中小型股票的比例可以降低 那债券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可以加一些比较机优的一些债券 比如说像 对机优的公司债 那 专业术语就叫做投资等级债 这有点复杂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帮大家介绍 再做一集来帮大家介绍 什么叫投资等级债 以及其他 相关债资源要什么样去选 对 这个是丁彦君超爱的 你知道吗 我忍不住抱他的料 其实呢会计师都很保守 所以呢 他很爱买这种机优的等级 他在我们节目都讲什么 银建股金融股 他有买他有买他有买 只是说他有常招式这样就对了 他的基本的核心持股就是 机优的公司债就是投资人机债 因为他一年至少有4到6% 我觉得也不错啊 你的核心资产布局是4到6% 很好 对你再搭配一些就是比较充的一些资产 好第三部分就是我这个年龄 不好意思哦 50到6%不是18吗 18岁全部都股票 对好 50我才刚好买50哦 那这个时候股票一半 债券一半 那概念 类似就是全职股跟高五息的比重拉高 然后中小型股就是降低 那债券部分呢 更是要以平衡型 其实台湾有几档 我自己超爱的平衡型基金 真的假的 台湾有一档 跟国外各有一档平衡型基金 即使呢 他空头来临 他大概还可以创造一年的报酬率是6到8% 对平衡型基金简单来说 他就是股票一半 债券一半 但是基金经元他会微调 甚至呢 就是说空头来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 债券型的比重会拉高到6到7成 然后呢 那有些基金人很厉害啊 比如说现在是多头 他的股票型的部位 他就会拉高到6到7成 所以其实 厉害的平衡型基金经元 操作出来的基金绩效 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做一些参考 然后另外就是66岁以上 我觉得就不要管 管什么配置了 你就只买你自己熟悉的金融商品 不管是基金也好 或者是债券也好 或者是股票也好 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说就不要管配置了 买自己熟的 你不用管配置 你只买你熟的 因为65岁66岁以上 你可能你的判断力降低了 还有我自己最近的感受是 我们的胆子变小 比如说我看好台积电 我也不会把所有的钱都去买 台积电不会 我一定会做一些配置 所以66岁以上 再加上你耳根子变软了 可能会有人跟你不停的借钱 然后就是你顶多 本来是要去银行搬点事情 我要挥钱到国外去 才会跟你说 卢老姐那个最近有什么新的商品 出来多了几份保单在手上 然后有些保单还不错 只是有些不太适合你不需要 那我们为了做人情 就不小心就买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66岁以上你就买 你自己非常熟悉 然后你喜欢的金融商品 而且60几岁 其实在股海里面 征战可能三四十年了 你就买你过去 我自己是这样有些股票 奇怪怎么买都会赚 可是有些股票基本面再好 可是我进场的时候就是会输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讲得太好了 我这一波我刚才跟阿格尼讲 我也是抱自己的量 我跟台积业最近就是超美的 没人 对我每次卖一条 大概两天之后就有重大力多 这次也觉得少赚今天的一层 觉得有点也不会二晚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 其实玩股票玩久真的是这样 就是没有赚到也不会心情到太差 不会不会 反正我们都有赚 只是赚多赚少 想到阿格尼今天因为台积电大赚 然后买了一只万宝龙 那也不会嫉妒他 他都暴露了 也不会嫉妒他 因为我也有万宝龙其他东西 人生就是这样 有赚就好开心 讲到万宝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是跟燕丽姐姐讲说 其实股票上涨的时候 你也要拨一点钱出来 做个纪念嘛 你这个叫做资本的分多心 每次看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投资要这么努力的关系 勉励自己继续做研究 好那闲聊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再问来燕丽姐 其实像投资商品那么多 有股票基金债券 这些你都有参与 可是你是怎么样去挑选 你的原则是什么 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好我先讲对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绝对不是什么理财大师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 我从媒体界然后去投股界 又去了房地产公司 我现在就是房地产公司 跟投股公司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的明年就是 你一定要自己去买 你才知道当中的know how 所以呢 股票我买 基金我买 汇率外汇我也做 然后房地产我国内国外都有 所以就是你自己都买之后 你才知道说原来 那个痛点是什么 原来他的那个法则是什么 那我先讲一下股票好了 股票其实我觉得筹码面非常重要 筹码 对我后来发现用筹码面去选股 质胜率大概有八成 比较事半功倍这样是不是 对比较事半功倍 那我们先讲 这个第一个就是短线跟中线的策略不同 短线你就是跟着法人进出 这就是筹码的概念 你去看一下外资在干什么 法人在干什么 主力在干什么 不一定会涨 但是比较能降低买到地雷 突然大跌这样的几率 对那这一波的话 生技股都是主力在买 其实金周刊这期蛮值得看的 他统计了所有的生技股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可怕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生技股涨幅前十名的股票 只有一档 法人有买 而且只买一张 意思是都是主力在买 好那所以当主力在卖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提高警觉 哇主力到货在卖了 我要跟他一起卖 我才不会被他到货 因为人家说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对那其实很多券商跟很多软体都有相关的资料 所以你不要舍不得花钱投资 工具就是你最好的赚钱的伙伴 好 阿可莉有工具是不是 我有工具 大家上Google跟iOS的商店下载 阿可莉价值成长APP好不好 对对对 工具真的很重要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这个短线我们可以跟着法人进出 可是中长线的时候呢 有时候法人他可能会做一些微调 但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要有定心丸 所以中长线就是买业绩成长股 那目前看来中长线最好就刚刚讲那两档股票了 好 那第二个呢 怎么样挑适合股票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去思考 历年跟同类型的本益比 意思是说 因为台股现在已经大多头了 而且已经过了12682 那本益比会不会有机会再往上升 比如说 大家最近在喊联发科1200 阿哥你觉得1200会不会 我不敢讲 这种资金盘 千万不要去预测 对那反正因为 可能几率上感觉会比较低一点 对因为联发科已经700了嘛 那如果说他的 本益 他的这个 股价真的来到1200的话 那他的本益比就已经超乎想像 那我想联发科大家觉得太贵 那我讲一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其实之前还没到400的时候 本益比20倍 坦白说我个人觉得还好 就是他没有特别便宜 但也没有特别贵 因为他毕竟是龙头 而且是全世界一流的一个公司 对所以甚至你本益比给到25倍 我觉得也还好 可是来到30倍 我觉得有点贵 你认不认同 你可以自己看吧 30倍我觉得是 我自己就不敢不敢买 对对对 我最近还敢买台积电就是 上半年的EPS 不是大概就快一个股本吗 对 那我就想说 全年假设算他两个股本好了 那20倍出头的本益比 还行 安全嘛 就至少还行 安全 可是到30倍就是600块了 那30倍你会不会觉得太贵 这就是关系到法人愿意 给多少本益比的认同度 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不一定 30倍就不会涨 不过你就是算这个上涨的空间 跟下跌这个几率 我觉得投资就是一个机会成本 对就是安不安全 对好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看研究报告 这件事情也超准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少去做那个 就是公司的拜访 一家一家拜访 我早年 十几年前 我们都是一家一家公司拜访 那就是 所以呢 现在可以做的功课就是 我还是会跟很多券商 很多好朋友要研究报告 那医药研究报告是干什么 比如说呢 同样看台积电好了 五个研究报告 你看完之后除以五 你大概就是他今年合理 真的这一招超有用 你说目标价 加起来除以五 比如看目标价 看他预估的EPS 除以五 那你大概就是 原来他今年的EPS 大概落在哪个区间 然后再回归到你认为合理的很一笔 所以因为每个人信中那把尺 风险承受都不一样 但至少你的EPS是落在合理的区间 你也不会太夸大 好 所以呢 两个月之前 我看到大家其实在评估友达跟群创的时候 我大概就说 他真的是转机股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区间的操作 然后再搭配 我们刚刚讲 这阵子呢 特别是外资 外资跟法人 外资跟投信 他们现在买的差不多了 他会不会再买 看起来好像力道有点弱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调节 了解 然后第四点 不碰主力股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主力股就暴涨暴跌 那以那个合一来说的话 也偷偷爆料 合一我们在100块以下 你怎么那么多料 因为我平常正常的节目都不敢讲的行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正常的节目 不是 只有网路节目我比较敢讲 比如说像合一在100块以内的时候 金融界媒体界 都知道主力要拉合一啊 对啊 所以当主力200块开始卖合一的时候 散户才进场 对啊 这样大家有听懂吗 这样我听起来好可怕 所以不要轻易碰主力的股票就对了 对就是当股票还在涨 我觉得合一的主力很厉害 边拉边出货 所以他200块他 丢一些持续涨 可他大关都在出货 让你觉得说真的会涨到1000 因为后来谣传是合一会涨到1000 对那所以其实这种股票的话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一波 我觉得也是可以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会买主力股 你就不要太贪心 就是可以小买 但是有赚就跑 不要跟他奥单这样 对然后你不要跟他想说他讲1000 真的会涨到1000 你就打5折 我打6折 1000打个5折 刚好是合一千波高点 就是大概接近500 对对对 所以有赚就跑 然后就是搭配月线跟季线 可以有一些思考的观察 对 所以总结来说在股票这一方面呢 我听燕丽姐的一些分享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他蛮强调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你要存股了 你就不要去看什么 什么外资筹码那些 就比较注重在基本面 那你如果是想要短线价差的 就像燕丽姐姐讲到 如果拉回碰到什么 月线季线支撑 那法人如果又买进的话 这种多重讯号加起来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时间点 对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说你就是工程师 然后你在足科上班 那你就买一些比较稳定型的股票 你就真的存股我觉得OK 或者是就像丁彦均一样 一经有 为什么一直cue他 因为我超爱他 我喜欢小鲜肉 我喜欢彦均跟他隔离 就是有违的年轻人 因为最近网红很多 他们两个是没有问题的网红 被你认证 对对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每个人的风险承受都不一样 然后工作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的工作真的很忙碌 那你就买一些稳健的股票 那如果你觉得也在放无薪价嘛 你可以做一些短线当充 我觉得也挺好的 像鸡排妹我最近跟他同台 他说他今年会玩股票有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比较不能出国 所以时间比较多 他当然就是比较可以去玩短线 那像刚刚燕丽姐讲的 如果你的工作是那种 比较忙 上班没有时间看盘 那或许买什么0050 这一类的投资方式是比较适合 没错 因为像我们年纪稍长 或者是说我们工作比较多的 你就不用在那边拼短线 可是有些人他比较年轻的 那甚至像我上上里面碰到一个客户 他其实也不年轻 六几岁退休 他说我了解你知道吗 我每天做当冲 我一个月的成交金额是两亿 两亿 他每天做当冲 我刚刚本要猜 我刚刚本要猜一亿 没有两亿 他说趋近两亿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凶猛这么快 他说因为我不想老人痴呆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解释 对因为他说实在冲来冲去 其实很需要集中注意力 像我爸最近也是疯狂在玩股票 我觉得蛮好的 头脑才不会坏掉 我最近觉得他头脑越来越灵光的趋势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那讲完股票 那基金部分我们该怎样去选 好基金这一波的台股基金 很厉害 可是呢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 那我当然买个股啊 我不要买基金 可是基金其实就是说 我最近常碰到一个问题是 有人会问我说 那燕姐到底是买ETF 比如说0050或0056 指数型的这种 对或者是买基金 给大家一个结论 你先听懂这个结论 先讲结论 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创造 跟这个大盘指数同样等幅的报酬率 你就买0050 甚至0056 0056会略差一点 但也不错啦 那可是如果你想要有超额利润 就是比大盘更多一点的利润 所以又是投资目的 对 对 这个就是你就要买台股基金 而且是特别厉害的台股基金 那什么叫做特别厉害台股基金 特别厉害 好特别厉害台股基金 因为呢 其实我们先看这个排行榜好了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 以今年以来比较厉害的 几档台股基金 大概他的利润大概 其下都是20几% 那像是野村优质 富邦富邦等等 那富邦 富邦集团今年以来很厉害是因为 他们买了很多中小辛苦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接下来会涨的台股基金 应该还是以台积电为主 那台积电买特别多的就是 几家投信 野村投信 还有安联投信 所以其实如果买基金的人 照现在这样讲起来 其实你也要去考虑到 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个股 资金到底是往哪边在走 去做一个参考 要 我买基金 我一定会看他的持股的状况 可是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因为现行的法规规定 就是基金公司 不用公布昨天或前天的持股 而是上一个月 但基本上落差不会太大 因为就是经济他顶多就是 会有些微调 他不会调整很多 那所以呢就是 以安联系列来说的话 安联系列这过去这三年 非常厉害 像他去年 他去年的台股基金 绩效是六成 六成 六成 所以我有很多粉丝 他们都有买到这一档 那他们就很开心 因为自己买股票 像我们私底下 不是私底下 公开讲我们常常报 买股票我们会选对 可是你报不久 因为赚了两成你就想跑 三成就想跑 人性 对 可是你买基金 因为基金的那个镜子 你看的时候不太会有感觉 股票的那个股价看完 你很有感觉 每天都很有感 对 所以本来是台股基金就是呢 你可以报的比较久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怎么样选基金 台股基金嘛 我们可以运用4433法则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台股 它会有一个轮动的现象 台股基金也是啊 4433 4433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三个月的绩效 半年的绩效 一年三年五年的绩效 都在前四分之一 对 排名的意思 对排名前四分之一 那你同时要满足短中长期绩效 都在前四分之一 所以这样听起来 我自己感觉是说 好像绩效比较稳定 因为如果有些人他选 直接选前几名的那可能是短期的一个现象 对 所以我说为什么阿格力经过的认证是聪明的组成 意思就是说 你既要短期绩效在前面 中期绩效也要在前面 然后长期绩效也要在前面 台股不容易 这就像我们 我们虽然都是好学生对不对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第一名 没有 没有 没有第一名 这是真的 对 但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有前四分之一 所以我蛮讨厌丁彦的 有时每次都说他什么学霸 什么双主修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前四分之一吧 你是不是 差不多 一定的 这就是GEO生好学生的概念 好 那四十三分法则挑出来的就是 前四分之一的GEO的台股基金 包括像是野村、富邦、安联等等 国泰、国泰等等 所以这个法则就给大家当作参考 因为我就 就一个初筛 对 就一个初筛 很多人其实对于债券 其实最近是蛮有兴趣 因为想说盘市这么高了 那不想要去投资股票 然后一些有席的资产 所以如果是债券型的这种基金 该怎么去选 其实我先讲一个前提 今年的盘市真的很特别 大概是我入行这25年来最特别的一年 台积电都要涨停了嘛 今天有这种一些贵盘 不只这个 而是说呢 过去我们会认为当股市大涨的时候 债券应该不太动 对或者是说当美元很强的时候 黄金不太会涨 因为它是一个悄悄板 可是今年以来 股票也涨 再就也在相备的高点 什么事都改变了 对 然后黄金又创了新高 所以今年 我到各地去演讲的时候 我发现来听的人 有一群人他们最焦虑 这群人就是 他都没有投资 而且只把银行定存 就领那0.5% 因为最近好像连房地产都在涨 就什么都在涨 房地产国内国外都涨很多 就连北北基 上个礼拜最新的统计 北北基的房价又涨2% 所以阿格力 你不要卷你背套了 你有赚耶 我年初跟那个燕丽姐同台的时候 那时候跟大家分享买房 可是那时候是疫情刚开始 所以想说会不会买在起跌点 现在看起来还好 买在支撑 颈限的位置 对 而且那时候我都没有笑你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是唯一没有笑你的人 我被死未笑死 对对对 但反正我觉得自助没有差 好那所以就说 今年很特别 那如果说你满手都是股票的人 我觉得你配置一点债券也不错 或者是说如果你股票不敢碰 然后你是新手 那特别是你是已经50岁以上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小资助 你觉得没有办法忍受那种波动度 你只想要买债券 我觉得也OK 那我先介绍我自己买的债券好了 我上礼拜买的 大家最喜欢听这种 那个自己有买的 然后待会才会介绍佩席金 我上礼拜新布局的是元大美在20年的ETF 美在20年 这个在台湾的那个券商就跟我们的ETF一样 你就在券商垫子下单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他股灾的时候呢 确实有随着股票一起跌的时候往下跌 对 可是他最近呢其实都回来了 回到相对的一个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 他现在呢一张是5万块 那美债 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债 我会再去布局他 因为我前几年有布局一次 然后后来在股灾的时候有卖掉 那最近又买回来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欧洲持续宽松 然后美国现在看起来 景气也是不是很好 那像我上礼拜跟一个朋友聚会 他是做美国订单 他说他们最近很凄惨 不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订单少 对我问他说那你订单少多少 他就跟我说 燕丽不是订单少多少的问题 而是订单是零 根本没有订单 这么夸张 他是接V开头的那个品牌的订单 V开头就是一个女性品牌 我们就不细讲是哪一家 这样 很清楚了 对对对对 然后说零订单 那所以就是 极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疫情持续延续 美国疫情不好 那大家就开始联想说 美国会不会负利率 反正现在都Q15上线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捐位 我们在这边会是相对高点 有支撑的一个状况 甚至如果真的未来端出来 负利率的话 我觉得美债会持续往上走 那这时候呢 大家就会问我说 元大美债他其实有三类 有三种标的 其实代号我背不起来 元大美债有三种 一种是短天期的 对就是一种是短天期 一种是中天期 一种是长天期 所以时间的这个长度不一样 那大家该怎么样去选 对对对 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 短天期的话 大概是三年左右 那中天期是十年期左右 长天期就是二十年期 你买二 燕丽姐买二十年 他波动度比较大 意思就是说 我看好债券会涨 他涨的会比债券还要多 所以又是投资目的 对 可是呢 那当他呢 当债券回跌的时候 他跌的又会比美债 跌的还要多 所以你要衡量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比如说像这一档 元大美债二十年期 我记得他今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 好像也涨了快两成 这样蛮多的 对对对 债券的ETF商量 他不是那么温和 就是说长天期的债券 他对利率是更敏感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 这样波动度的话 你就去买短天期的 短天期呢 当美债他涨的时候 他涨的比较少 当美债跌的时候 他跌的比较少 不想错过胆小 就买短天期 那如果不想错过 又想要赚到多一点 开心一点 那就像燕丽姐一样 对对对 你就可以多买几张 就买最长 其实不贵啦 一张才五万块 然后再讲佩席基金 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喜欢买这种 债券的佩席基金 现在大家最喜欢佩席 最好是天天佩席 是最好的 有耶 阿给你知道吗 我最近有在想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有天天佩席的上面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是说 我最近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只要是 每个月稳定佩席的 几乎都狂买 认购的那个金额都非常高 对那我有在想说 干脆金融机构 你们要不要推出那种 天天佩席有点扯 每个礼拜配 我一定会买 或者是半个月配一次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之前有研究机构显示 就是月佩席的产品 就会让大家开心 就说同样是一年配12块好了 一年配12块 它创造的开心的程度 幸福指数比较高 对 所以我觉得 半个月配息一次 挺不赖 好 那我们回过来来讲 台湾人最爱买配息金 因为就是创造现金流 因为台 特别是台北市有一群长辈 他是穷的只剩一间房子 穷的只剩一间房子 那怎么办 你就可以 现在利率很低 你就把房子拿去做抵押 抵押之后呢 再去买一些配息产品 可是你要挑对了 好 那我们举这个手法里头 感觉套利空间是有的 因为现在那个 银行利率 毕竟比较低嘛 很低 那去买这种配息的基金 有一个套利的空间 银行利息 如果你是优质客户 即使是把你的房子 再拿去再贷一次 都可以谈到2%以下 2%以下 所以你即使买个债券 6% 8% 你都有套利的空间 买个ETF都赢了 对 可是就是你要会挑 如果你没有挑对的话 还是赔钱的 那我们举这个手法里头的 某一档好了 联博全球高收债 其实这档基金 它近年以来的基效是-9% -9% 对 那因为它是全球嘛 全球的高收债 全球高收债就是垃圾债 垃圾债它波动度也很大 因为在股灾的时候 简单来讲垃圾债就是说 这家公司体质不好 获利不好 所以它要发行它的债券 它会给更高的利息吸引你来买 那毕竟风险比较大 但它有违约的可能性 对 那所以呢 当股灾来的时候 它跌的也会特别凶 那这档全球高收债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它 因为呢 这档基金它每一年的配息 过去从以前到现在 大概平均是配8-10% 哇 蛮高的 对 所以台湾人买好多 台湾人买到就是这档基金呢 台湾人买的 占的金额是全球超过三分之一下 三分之一下 台湾那么小的国家 买了三分之一那么多 对 所以这档基金其实是另外一个台湾奇迹 但我要讲的是说 以美元计价来说好了 它近年的绩效是负9% 那它的年化报酬率 刚好也是配息配9% 所以就讲没输没赢了 对 可是如果说你 接下来它还有一些其他动弹波安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你的配息就会被你的绩效给吃掉了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想就是说同样是配息基金 同样是配息基金 你要去锁定这种高收债吗 还是你要去买我们刚刚讲的投资级债 投资级债它的波动度没那么大 可是它一年大概普遍来说大概是4-6% 那以我自己买的那一档投资级债来说好 今年年初到现在大概也是13-15%的计算 也是很不错 对 所以就说其实买配息债券基金不是瞎买 而是你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产品是什么 比如说像新市场债好了 新市场债它也是 它破动度跟高收债是一样大 对 当这个新市场状况不行的时候 它就会一起跌 可是新市场债它的反弹 反弹的速度是所有债券里的反弹速度最快的 对所以你买这种债券基金就是 当股债来了你不要担心 因为它反弹很快 所以你反而要持续持有 那有些人就觉得股债来了 然后下跌我就立刻停损 结果后来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没赚到那一坨的反弹其实蛮可惜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它其实因为大部分的配息基金 它会跟汇率有很大的关系 大部分都是美元计价 欧元计价 澳币计价或南非币计价 台湾现在卖最好的一类产品是南非币计价 可是南非币今年很惨 南非币今年对台币是 南非币对台币今年是跌了24% 好多跌24% 对那10年来是跌了70几% 所以呢 因为像我就碰到很多朋友或很多客户 他会说 那南非币计价商品一年配10到12% 我只要持有10年我就回本对不对 甚至有些有些销售的人会告诉你 你不用持有10年你只有8年 因为它是复利的概念嘛 你可以拿到利息之后你利息再去买汽机 利滚利这样 对所以呢一年配个10到12% 那你甚至呢持有8年你就可以回本 可是这个逻辑乍听之下是对的 但如果你仔细去深究 仔细去研究你会发现 你还是要扣掉汇损 因为以目前今年的汇损就是24% 即使你配10% 美国基金 你还你还亏14% 所以其实汇率上面要考虑 那结论 另外一个结论是 如果你对这些配息的债券基金有兴趣的话 我通常会建议你还是以美元为主 至少比较稳定 比如不会暴起暴露2 30% 这样一年 用想了就觉得不太可能 对所以阿克里讲到一个重点是 第一个你可以以美元计价为主 第二个如果你要赚在汇差的话 赚在这个时间点我选的 我会选欧元计价为主 欧元计价 我认为美元接近未来这一两年会比较偏弱 所以呢你可以买欧元计价 或是澳币计价的商品 那我记得我4月份的时候我买 我有买一档那个大众华基金 那这阵子涨很多了 那大众华基金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 我就很挣扎 我一定要买是美元计价 还是买澳币计价 后来 后来来到问题核心 后来使出杀手键 杀手键是什么 各买一半 意思就是说 看不到就都买啦 对看不到的时候你就都买 你就各买一半 结果上礼拜去查了一下 我的绩效 同样一档绩效不同的 秘别计价 就阿哥你猜哪一档绩效比较好 哪一档绩效 美元计价比较好还是澳币计价就同一档 才澳币吧 没错 因为澳币大反弹 那人生就是这样 我反而是美元计价是买的是七成 澳币计价还是四四三成 不过还是至少三成 比你重 比你重压那个美元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你真的看不到的时候你就各买一半 这会是另外一种做法 减贪不过不少贪 没说没贪到 这样就好了 对那这个表好像还没细讲 但没关系 稍微帮大家介绍一下就说 比如说像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几档 就台湾人最喜欢买的佩席基金 像联博美国收益 它其实是一档成长型的 美国联博美国收益基金 然后刚讲是联博高收债的话 它就是一个债券型的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名是 安联收益成长 它不是完全股票型基金 它就是股债平衡型基金 这档我蛮喜欢的 股债平衡 那在这种动荡的时机 其实听起来蛮适合的 对很适合一般人 就是如果你不会选基金 但同时你又希望说 经济也很厉害 股市多头的时候 帮你多买一些股票 股市空头的时候 多帮你买一些债券 而且这档还是欧元计价 就符合你刚说的趋势 所以这档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现 它其实 它大概只有2018年的绩效 没那么好 可是它1917 那样纪念以来都不错 然后后面的两档是 摩根的高收益基金 还有摩根的 一样嘛 就一个欧元一个美元计价 那这个就是回归到 我们刚刚讲的 你到底是要选欧元还是要选美元 如果你看不到 各选一半 如果你说你对我有信心 你就欧元呢 你可能多买一些 你刚讲的那一大串 全部都是错过的故事 应该要跟你对着做 可是 哪有 可是投资市场 就很诡异 你觉得说 燕丽姐之前好像都压错 这档跟你不一样 可能就是他对了 嗯 但至少我澳币也有赚嘛 对不对 就赚多赚少而已 对赚多赚少的问题 刚刚燕丽姐跟我们分享的蛮多了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说 债券该怎么去选 像这种基金 大家就要记得去看 汇率的部分 如果你要求稳的人 不要去买那种波动度 太高的一些 弊别计价的基金 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个部分 那关于这些债券 你也要去衡量它的风险程度 像刚刚燕丽姐有提到嘛 投资等级的跟这种高收益的 毕竟它的风险程度就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看到说 有稳定的美季的配息啊 或者是说它的名字叫做佩席 什么债券基金你就很稳 觉得它很稳定就去买 反而你还是要去看这些计价弊别 以及它是怎么样风险的一个债券 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那最后要请燕丽姐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今年就这么多的投资新手 那一定会有一些投资心理上的一个错误 有一些迷失 那你有没有一些观察 要分享给大家 也让现在看我们节目的人可以避免 有些悲惨 其实你不需要自己去经历 你经由这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你就可以避免踩到一些地雷 我觉得这个地雷有几个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好歹做一下功课 就是呢 好歹做一下功课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常录影嘛 那我就会碰到有些工作人员 他们大概都只听名牌 对对对 会问 他们还不太知道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好歹你要知道一下这家公司 他做的业务内容是什么 所以呢 第一个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经营的项目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筹码 如果说你真的对生技股 对中小型股亲友独钟 你就好歹去研修一下筹码 比如说像之前光阳科长很凶 一个礼拜长五成 因为听说他被列为台积电的供应列 可是像我上个礼拜我就去做了一个这个统计 之后就发现所有的主力都在卖光阳科 所以光阳科当然股价就是往下跌啊 所以那这些相关的资料就刚刚讲就是 有一些网站他有免费的讯息 那有一些软帖他是要付费的 你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做个功课 然后第二个就说 不要以为股市只会涨不会跌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上上礼拜是去另外一个电视台录影 结果呢 那个他们家 就是那家节目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弟弟跟我说 他最近做当冲 赔了两个月的薪水 赔两个月 对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原来做当冲也会赔钱 废话当然会赔钱 因为他前面做得很顺 所以他一直以为说当冲很简单啊 就是今天开多少 然后盘中 一定会有比开盘更漂亮的价格 真的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觉得股价会波动 那我就买 等它波动我就卖 就这么简单 对 就是举例比如说今天开盘 我随便乱讲 今天开盘100块 那他觉得说 也许跌到98块 没关系啊 因为总会涨回到101或102 那我就101或102卖掉 对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当所有的主力也在卖 或是法人都在卖的时候 他就是不会回头啊 那你就要停损啊 有时候 你在股票里面 你真的晚久会遇到就是说 你不要亏 有时候就已经很难了 对 当盘不好的时候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设立你的停利点跟停损点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还蛮重要 然后第三个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系 就是最好是你可以从你自己熟悉的类股去做一些研究 然后就做一些相关的财报 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理财的新手 他们不知道股票1000多档 到底要从哪边左手1800档 那有些人会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左手 那有些年轻人就说 那我就开始买台积电好了 那我觉得也很好啊 至少要知道龙头 对 那你就去研究一下台积电 他现在的竞争对手是谁 为什么今天涨停板 intel真的会把所有的订单都给台积电吗 台积电现在是目前 台积电目前产能蛮窄 他还有多的产能可以来包吗 那如果他没有多的产能的话 我自己设想 如果他没有多的产能的话 那他可能 你不要因为没有持有 你就这么的 不会不会不会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我现在是想要说 如果他没有多的产能来 来吃intel订单 他会不会甚至跟他新的客户说 我没有多的产能 我不管 我就是要调三大五%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就是你做一下功课 然后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什么 你就多看看节目 然后了解一下 最新的动态 我觉得这是对理财新鲜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燕丽姐刚刚讲到的其实非常 我觉得非常非常认同 就是你做任何投资的时候 其实都要有一个自己初步的想象 对 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不是这个想象是对或是错 而是说你做了想象之后 那事后结果已经发生了 你可以去对照去修正 那我觉得长久下来 对自己的投资功力 就有很好的很长远的一个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理财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到Facebook跟YouTube订阅理财最给力 让我跟燕丽姐在下次继续帮你股票投资加点赢 我们下次见 拜拜